华联市公所办理年度AC整屏改善工程 委由开口契约厂商针对了第四批一次 共六处市区道路进行刨扑作业 那么市长卫家宴前往借林五街来视察工程的施作情形 他表示后续会针对里长以及代表们所建议的迫切路段 继续来争取经费进行刨扑 要让民众有舒适安全的通行环境 市长卫家宴在建设客长徐国成陪同下 前往借林五街到建新街110项前来视察道路施作工程 这个路段由于管线开挖频繁 路面非常不平整 为了改善路况 市公所把这个路段纳入开口契约 把旧有路面刨除并且进行的沥青铺舍 这是我们去年的开口契约 一直到今年的3月30号 那我想这也是今年度的最后一批 那其实只要地方的 不管是里长或是我们的民意代表有反应 那我们尽其可能的来争取预算 那这次是由开口契约来做我们 诊断的一个铺设 那也希望说 经由这次的铺设能够让路比较好走 那其他的路段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争取经费 来做保护的一个动作 华联施工所提升道路品质 除了主要道路之外 包括巷弄路面改善 也被列入AC整坪改善工程范围 第四批次施座路段有六处 那我们那个112年度施工所 那个就是市区AC整坪工程 那今天执行我们最后一批次 六条道路里面的最后一条 就是借铃五街的铺设 预计在最晚那个就是3月12号以前 就是整体把它施工完毕 我们后续会那个就是收集里长 以及各级民意代表 还有一些市长信箱等等的建议 来办理后续改善路段的一个安排 而在会刊当中 国心里里长于慧君也特别率同里民到场 向市公所团队表达了感谢致意 借铃会幻市报导